到最后我已经记不得我们喝了多少酒,第二天当灿烂的阳光照进房间,我才知道朽醉的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难受。 我有些晕乎乎的爬起来,想要找一杯水喝,却不想墙子已经在客厅桌上放了一大壶看起来很是冰凉的蜂蜜水。 我二话不说,倒下去就灌了一大杯,然后抓着脑袋说道,小子,看不出你还挺贤惠的。 我学习乌术的对喝酒是有严格限制,所以昨天我没喝多少,慧根这小子昨天被你踢了几脚,睡之前很委屈着呢。 强子倒是对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记得还挺清楚,不像我,一喝多了连记忆都是猛乎的。 我捏了捏鹅脚,一杯子蜂蜜水灌下去已经好多了,我实在记不起我什么时候替慧根计较。 哥,昨天慧根偷喝了一杯酒,然后你就踢他了。 萧城前喝的大醉,一定要自己开车,也被你抽了一拳。 嗯,是有人接他走的,还有啊,就是昨天晚上,我把你肩膀上那鬼头给拔除了,你总不能带着他到今天吧。 孙强这小子淡定,却带着腼腆的对我说道。 我有些恍惚的看着这小子,很难以相信,当年那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小子,如今已经变得那么有气魄了。 而且看起来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连鬼头这种难缠的东西都可以给我无声无息地爬除。 说起来南洋一带的术法,多是传自于巫术的传承,于华夏古老的巫术。 巫术对于这些东西,或者要比倒数更加得心应手。 拍了拍墙子的肩膀我说道,小子,你真的长大了,我还说照顾你呢,结果是你来照顾我啊。 哥,你别这么说,真的,那会儿我就崇拜你,和剑爷在漫天雷雨中,眼线一道道天雷我就想,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厉害,你比我大不了几岁。 那个时候我爷爷去睡了,我很难过,你说从以后你就是我亲弟的,哥,真的。 之所以叫哥,就觉得你的背影是我应该一辈子也追不上的那种吧,所以不说年龄的事,也只能你是哥。 臭小子,你觉得我有个正形吗,还崇拜呢,其实,我是真的不能软弱吧。 说到这个,我忍不住在客厅的茶几上摸出了一支烟点上,师父,责任,人生,他妈的,真他妈够草蛋。 上午十点钟,所有人都醒来了,除了惠根和孙强,谁都是一副头疼欲裂的样子。 感谢墙子充满威力的蜂蜜冰水,也让大家很快地清醒了过来。 俗话说,酒是垃圾男人距离最好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一次行动,还有两个陌生人,但昨天跟着一起去喝酒的,很快就不分彼此了。 我们在荒村的经历,让他们觉得惊险刺激。 他们在这个部门,有几回是没有精力的人,在酒精的作用下,挑了几件来说,倒也惹得我们惊呼不已。 到今天坐在一起,就跟哥们似的随意了。 这两个人年纪大一些的那个被称为是老回,开口说话挺有分量,学识丰富,但免不了私底下就一个颓废大叔的形象,胡子拉叉的,估计啊,对现在的小女孩还是挺有杀伤力的。 另外一个年轻一些的被称呼为小北,估计和老回是老搭档。 两个人一唱一和倒也有趣,小北是一个异常爱装嫩的小子。 其实怎么也掩盖不了这小子偶尔深刻的腹黑,以及是一个粗鲁汉子的本质。 这一屋子的人,除了惠根都是大烟鬼,一个个的在大上午的就开始纷纷推云土,连墙子也是其中一员。 我记得园艺大哥是不抽烟的,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加入了烟鬼大军了。 惠根这小子被呛得连连咳嗽,也不忘给我甩脸子,估计昨天是被踢疼了,我才懒得管他呢,一把把他拉到我身边坐下,把手放在他光头上对他说道, 以后你要再敢喝酒还挺。 我不想惠大爷走了之后,你这徒弟无法无天的,知道吗? 或许是我严肃的神色把这小子认住了,他赶紧点头,过了一会儿,又摸着自己的光头,傻乎乎的笑了。 我看的是又好奇又好笑,给这小子倒了一杯蜂蜜水,塞进他的手里。 来吧,谈一谈这次的行动吧。 首先开口的是老回,他这次来呢,是带着上面的一些指示和资料来的。 原本昨天就该说,无奈呢,被拉去喝酒了,也就耽误了。 但是情况很严重的是,我们其实是被盯上的。 萧冲前在这里已经能说明了一切,我们不可能无限期的耽误下去, 自然在今天尽管酒后不舒服,那也要定下行动的方案。 上面是什么意思啊,让我们聚在这个城市? 其实我对于来这个城市的安排,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所以会有此疑问。 先看资料吧,我们这次行动,主要的目的是他。 说着老回扔出了一份资料,我拿过资料,然后翻看了起来。 因为资料很简短,只是过了几分钟,我就看完了,然后把资料给了下一个人。 大概二十分钟以后,大家都看完了这本资料。 说实话,资料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主要讲的就是在当地一家公司的资料。 这家公司要和我们调查的那家关系是不错的公司。 资料上只是详细地讲出这个公司的位置,人员数,负责人,以及仓库的位置,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在我们看完资料以后,老回才随意地抓着头发。 这家公司呢,就简称A公司吧,表面上是一家独立注册公司,做的生意呢也很正常,是金出口贸易什么的。 那事实上呢,他就是我们要调查的X公司的一家性质啊,像子公司的存在。 所谓金出口贸易呢,就是为了掩饰一些东西。 最近他们活动非常频繁,当然他们的一些活动呢,不是我们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 因为他们做的事,牵扯到势力之间的博弈,上面只是怀疑小伙儿或者已经被秘密地弄到这个城市,这个A公司了。 老回说完伸了个懒腰,很是轻描淡写的样子。 其实这内容倒是够惊悚的。 我照着眉头问道,上面何以建德他们会把小管弄到这儿啊? 上面的是这样分析的,因为这公司啊,最近活动频繁,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至于是什么事呢,上面没说,毕竟牵扯太多了。 但是这件事情啊,是重要到让各方势力都盯着的。 派小鬼来正常的,那也是正常的。 其实呢,上面只是分析,分析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可是他们分析了,我们就要做事,不是吗? 老回有些无奈地说道,也就是说最主要的调查工作还是我们来展开。 有些无奈地拿过资料,我照着眉头看着。 其实这次行动也真是够扯淡的,还没开始呢,我就被接二连三的警告危险。 看起来是调查一个公司那么简单的事,事实上谁知道有什么危险呢? 所以我必须得步步小心。 仔细地再翻看一遍资料,我对大家说道,其实调查人呢,才是最不好做的一步。 我看了几个负责人的简历,把他们放在最后调查吧。 而公司总部应该不会弄太逆天的小鬼在那儿,毕竟那玩意儿不好控制。 我们先调查的是这里。 我的手指着资料上的一幅图片,那里正是仓库的位置。 没有人有意见,那个仓库就在这个城市的市郊,其实从那里开始调查倒是最方便的。 老回很干脆地问我,什么时候行动啊? 大白天的就算了,太招人眼了,晚上吧,今天晚上,不过行动计划,得具体地定一下。 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还有需要带枪行动的一天,我不是都习惯背了个黄布包吗? 所以带着有些说不上的心情,把枪支就揣进了事先已经扣好的枪袋中。 我对着镜子咧嘴笑了,嘿,嘿,零零七,你好。 强子在我身后笑得有些憨厚,赵洪则是面部表情有些抽搐地说了一句, 陈承迂,原来你也有傻逼的时候啊。 啊,真遗憾。 你这才看出来啊,嘿,我一直就这样。 在夏天穿一件外套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但没办法,一群带枪的汉子总不能明晃晃地走在大街上吧。 一件外套就是掩饰。 因为武器带给男人的安全感,我觉得我走得异常的昂首挺胸,顺便笑话赵洪的后知后觉。 赵洪被我弄得无语,就如他今天下午教我们用枪一样无语。 估计一特工教一群道士用枪,这可是千古奇葩的事情。 就如一教室教一群特工存私,这怎么想怎么诡异,嗯,都是奇葩。 老回开着下午临时去弄的一辆金杯面包,就如同开一辆法拉利一样牛逼。 因为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一些了,老回一边抱怨经费太少,只能弄一辆金杯, 一边啊,在郊区路况不怎么好的路上玩的飘移。 你说我,如果我不是一个道士啊,不是为了传承,我应该是赛车手吧。 老回说话的时候很是随意的抓了抓裤装,说明了这是颓废大叔的本质。 当然了,没有人为他的赛车手梦想而鼓掌,因为全部都被他飘移的晕火。 但事实无绝对啊,老回的话还是有一些回应的, 就比如惠根这小子晕菜之后的呕吐声,始终伴随着老回的瓦。 仓库在成交的成交,这样的形容有一些诡异,可是也能说明有多远了。 小北用他自以为很男孩的姿势驾车, 勉腆中带着迷茫,搁嘴上说的话的声。 租这么个偏远的仓库,可见这家公司高档见不得人。 其实这应该是属于这家公司内心阴暗吧。 袁毅大哥倒是认真,在车里接了一句。 根据资料啊,在这里租仓库的公司有十几家。 嗯,这说明啊,内心阴暗的公司还不少呢。 小北羞涩地笑着,把十几家公司都扣上了内心阴暗的标签。 强子有些迷茫地看了看天空,他说了一句。 这公司具体是什么样的所在啊? 动物还是人啊? 这公司怎么可以内心阴暗呢? 在那边,惠根蹲在田边吐得哇哇的,一边吐一边说。 回答说,求你,下次,下次,别开车了。 而赵红的身影时隐时现,估计是去侦察地形去了。 我和高宁最安静,只是高宁悄悄地,充满怀疑地跟我说了一句。 我说,诚意啊,你觉得这群人,不,是我们,靠谱吗? 我抓了抓头发,表示其实我也很没有信心。 此时正是夏季,青沙障层层叠叠,倒是为我们做了不少的演示。 赵红回来之后,给我们说了仓库的大概地形,以及他分析的要从哪条路线走,然后从那个地方翻墙进去的方案。 这就是特工的专业素养了,去侦察二十分钟以后,就能得出这么样详细的方案来。 我表示很佩服赵红,可是老回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然后转身就走。 那穿在脚上的假脚拖鞋呀,在这路上还发出特有的啪哒啪哒的声音。 这一举动,弄得我们莫名其妙。 小北仍然用那个让人受不了的纯真害羞的表情说道。 回哥的意思呢,是他早有方案了,这样进去麻烦了一点。 赵红被质疑,忍不住额头上青筋直跳。 那边老回已经靠在车边说道。 一看呢,就是没参加过几次任务的愣头青。 能躺着就别坐着,能坐着就别站着。 有能力气大费周章子进去,不如把力气留下来保命。 知不知道制度总是有漏洞的,人性总是有残缺的。 见风扎针可是一种智慧。 这赵红一听不服气了,他站起来说道。 你说那么高深,可是我这人不爱听扯淡的,直接说你有什么办法吧。 这老回咧嘴一笑,从上一兜里掏出一包东西来。 借着路灯我一看呢,很普通的一包红塔衫,然后对我们说。 办法就是他了。 原意大哥点了点头。 办法的确就是他,上车吧。 在这里,我其实就没为国家出过几次任务。 高宁也一样,荒村一役之后,他说他游历前修,也只出过寥寥几次任务。 至于赵红,会根,墙子,应该是彻底的菜鸟。 相对来说,老回和小北才是真正的那种老油条。 原意大哥在受伤之前,倒是常常出任务。 他说是办法。 自然,我跟着他的脚步上了车。 事实证明,一包红塔衫,比赵红给我们设计的辛苦穿越青纱障,爬墙,做贼版游走仓库, 最后达到目的地的方式,有效且省力多了。 当老回带着一分不耐烦,三分你懂的,六分我很熟的表情给看门大爷扔过一包烟的时候, 看门大爷很爽快地放我们进去了。 当然有一个条件,不能开车进去。 毕竟没有了车子这个搬运工具,人从仓库里带走什么,是多么明显的事啊。 再说了,扣辆车在这儿,也不怕你们偷东西,然后翻墙出去,看门老大爷还是有智慧的。 老回熟忍地摸出一根烟点上,然后把车钥匙扔给看门老大爷。 野长,帮我们看好车,不是仓库点数和公司统计对不上,我们呢,也犯不上半夜来仓库查探。 这公司,几个小钱这样驱使,老子他妈火大就不干了。 看门大爷黑黑干笑着,很放心地手一挥,让我们几个进去了,我们一个个都露出父和老回的表情,很是部分公司驱使我们的样子。 谁说男人没有表演天分呢,就冲这表现,我觉得那奥斯卡小金人,其实啊,也不是我们需要仰望的东西。 只是我们进入仓库,没几步,那老大爷又叫住了我们。 喂喂喂喂喂喂,你们等一下啊。 我这后背一紧,莫非被发现了什么? 到底我还是青涩演技派,被叫住的瞬间就忍不住在裤兜里,悄悄捏紧了拳头。 有一种心对不住看门老大爷,把他打昏了,我们先行动的冲动。 赵红比我还不如呢,已经朝前跨了一步。 也就在这时候,老回懒洋洋的伸个懒腰,小北则是腼腆地站在前方挡住了我们。 老回用懒的声音传来, 大爷啊,还有啥事啊?我们还想快点点完树回去睡觉呢?这来回跑得多不容易啊。 这要去拿通心证一来一回的,我们今天晚上别想睡了。 这可让我佩服至极,暗想这才是真正的演技派。 那老大爷一笑, 呵呵呵,也没啥,黑漆漆的,给你们拿个电筒,毕竟仓库多,又都长一样,怕你们迷路了。 呵呵,谢谢啊大爷。 这老回接过电筒,其实啊,我们也有电筒,只是拒绝别人也是不好的。 这老大爷随便问了一句,你们去哪家公司的仓库啊? 估计啊,是想知道哪家公司那么苛刻,半夜让员工来点数。 不过这种事在仓库也不是很奇怪,也可能到时候真有事,他也好有个说辞。 A公司, 啥?你们,你们,你们,胆真大? 这大爷倒退了一步,脸色惊恐,几乎是下意识地说道,那样子可绝对不是在演戏,否则老回也该败倒在当场了。 但是大爷的样子,到底让我们同时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自然就联想到我们正要调查的事。 我几乎是按耐不住地走过去问道,大爷,我平时都在办公室坐着,就没咋来过仓库,你可别吓我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那大爷脸色变化不停,我眼角余光瞟见,老回悄悄对我伸了伸大拇指。 那意思是,赞美哥我也是眼级盘,可我却顾不得上得意,紧紧地看着那看门老大爷。 这老大爷可犹豫了半天,终于才说了一句。 我,我也说不好,总之那地方不是太干净,晚上那些保安呢,也不敢往那一片巡逻,但这事都是捕风捉影,以讹传讹,也说不好。 说完这老大爷就回了门卫视了,我们却同时呆了一下,谁还不知道啊,这老大爷可能没说实话。 其实那老大爷没说实话,我们也能理解。 毕竟那么老还出来看门,那就是一定很看重这饭碗的,而这饭碗在一定程度上是和他的老板有关系。 他要直说这里闹鬼,砸老板的饭碗,也是砸自己的饭碗。 所以我们心里清楚,问题是一定有的,只是这老大爷说的挺委婉的。 一行人没多说什么,默默地朝着A公司的仓库走去。 按照资料上的说法,A公司在这片仓库区里占据了四个仓库,不算太大的主顾,也不算是小主。 总之,反正就是不显眼。 这样呢,他们把仓库租在最僻静的角落,也显得不是那么奇怪的事。 估计啊,有的钱赚,谁还会在意你租在什么角落啊。 在行走的过程中,一对保安和我们擦肩而过,没有过多的询问我们什么。 虽说是深夜了,这仓库区也不见得安静,因为时不时的还有来来往往的汽车,上货或者卸货。 我们这一群人呢,倒也不算显眼。 这今天晚上闹到啥呢? 在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听见一个保安如是说道,另一个保安回道。 哎呀,你新来的别问那么多了,这里安全还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也就走走过场,别闯那儿去倒霉啊。 你知道老张吗?直接在那片心肌梗塑发作?说是病,谁知道看见什么了。 那,那,那个地方? 我敏感的注意到他们的对话,但是也不能去询问什么。 随着这几个保安渐行渐远,我也听不见什么了。 看来是有问题啊,这园艺大哥显然也听见了这段对话。 没问题就意味着我们白跑一次,有问题又得危险,这人生啊,还真是纠结啊。 老回抱怨了一句,但是脚步却没有停下来,而是坚定的朝着A公司的仓库方向走了过去。 这边是西边,走到这里我们就已经感觉到,这里几乎是这一片仓库区最安静,最黑暗的地方。 在这里,很明显的看出很多仓库没有租借出去,基本上就是A公司的自动仓库孤零零的立在这。 我直觉这里的气场是很严重的不对劲,习惯性的就想要开天眼,可是老回拉着了我,他对我说道, 哎,朝野,你别忙着开天眼,那无疑是打草惊蛇,告诉别人我们来了的信号。 你也知道鬼屋这东西,敏感知己,你在看见他的同时,他也就看见你了。 这应该就是经验吧,果然每一步行动看似随意,实际上很有两把刷子。 上面也不是完全没照顾过,至少老回这根老油条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说话间小北已经在行动了,他的动作敏捷地跑到一个仓库,然后轻轻一跃就抓住了仓库建筑旁边的楼梯,然后蹭蹭蹭地向上爬去。 老回已在墙上对我们说道,让小北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吧,这小子是个道士,但是啊,是道士里的侦察兵,对各种阵法极为熟悉,而且有一个很特殊的鼻子。 啊,怎么特殊了,这墙子在一旁比较好奇,啊,他能嗅到鬼味儿,你说特殊吗? 老回简短地说了一句,也没再解释,可是鬼有味儿吗? 显然我是想象不到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老回不愿意多说,我们呢,也就闭嘴没有多问。 老回在这里带着我们按兵不动,我们也就安静地等着小北,我估计着老回是个军师一般的人物,无疑他已经用行动证明了,他的安排总是没错的。 炎炎夏夜很是躁热,站在这片仓库区的阴影里,却莫名地觉得有些凉,除了赵洪有一些不适应,低声骂了一句,这他妈地方邪邪,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话。 因为我们都心知肚明,表现出这样的气场,甚至可以战胜夏日的炎热,这地方可不只是有问题,那是问题大了。 难道小伙子真的就在这里?我暗叹我的运气不是那么好吧?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仿佛这里的空气有一种特殊的功能,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冷湿的。 慧根这小子有些烦躁的来回走了几步,他说道,哎呀,这里太脏了。 毕竟慧根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孩子,比我们敏感态度,说这里太脏肯定不会存在危言耸听的问题。 我们听了,这只是沉默,赵红是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碜,可接着那目光又坚定起来。 这小子吧,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蹭的一下,就窜到了我的身旁,小声对我说道, 诚意,啥时候也教教我学道呗。 我,就在我无语的时候,小北有些颤导的声音从上空传来。 老回,我腿软,叫个人来接我。 难道小北有恐高症?从他刚才灵活的身手上来看,不像啊。 可一向淡定的老回这回可不淡定,原本他是懒洋洋的叼着一根烟, 听到小北这么一叫,直接扔了烟,嘀嘀地骂了一句。 卧槽,这次怕是有麻烦了。 老回在烦恼的时候,赵红二话没说就走了过去,爬上那梯子, 几乎是在那梯子上把小北抱下来的。 他是特工,这种技术性的体力活还是他出马最好。 按说吧,这小北在房顶上叫的声音已经够大声了, 可愣是没有一个人过来看看动静,直接就无视了这里的一切。 可见这里,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是多么的可怕。 小北下来之后,这脚步有些不稳,脸色有一些苍白, 好像是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很承受了很大的恐惧一样。 这老回和小北毕竟是老搭档,感情颇深, 他一把扶住小北,然后让他坐下。 袁一大哥细心递过了一瓶水, 小北接过来就咕嘟咕嘟喝了一大瓣下去, 这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显得好多了。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小北手上拿着一个看似很复杂的阵盘, 这和看风水的罗盘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东西。 我猜测小北的传承应该是阵, 严格地说起来也属于山字脉武术。 拿出阵盘了,情况很严重啊。 唉。 这老回叹息了一声, 伴随着老回的叹息声, 好像在我们背后那栋仓库后面, 响起了一步一步的脚步声。 没有人害怕, 包括赵红在内, 其实这是预料中的情况, 如果一直都那么安静, 不发作点什么, 那才是不正常的情况。 小北没说话, 而是从怀里边掏出一支分笔, 借着手电的光亮, 开始在地上画起来。 随着他下笔越来越快, 我很快就看出来, 他画的是这片地方的仓库地形图。 画好地形图之后, 小北在好几个地方打了几个叉, 然后说道, 这几个地方有很厉害的家伙折缝着, 你们看位置是比较隐秘的, 一般人也走不到那儿去, 可是不小心走到那儿去呢。 仙气梗色是吗? 我淡淡地说了一句, 显然我是想起那几个保安的对话, 仙气梗色有没有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真的身上味冲天的家伙, 我们几个一起对付, 怕也要费一番手脚, 到时候, 这小北说到这儿, 停了一下, 然后咬牙切尘说道, 黑腐雷龙丝那些混蛋, 既然他们那么大胆, 把这些家伙藏在这儿, 你怕那些血流成河了。 只要避开这些地方就没问题吧, 赵红现在就像个小学生, 不止下万, 肯定不行, 这里有高人布了阵法。 小北也是很严肃地对我们说的, 高宁这时候有些好奇, 布了阵法? 毕竟他也是道士, 没道理一点都没感觉这里布了阵法。 是, 如果不按照固定的路线接紧残库, 那是会出问题的。 老回此刻紧皱着眉头问道, 固定的路线, 你有结论吗? 其实我们几个倒也不是怕了这个阵法, 七个臭皮匠就算抵不过一个很大的大爷, 难道还抵不过他布下的一个阵法吗? 只是如果这样的话, 就避免不了大张旗鼓的战斗。 一开始调查就弄得这样鸡飞狗跳的, 那不是我们愿意的。 所以老回问小北的问题很关键, 小北的脸色还是有些苍白, 愁愁了很久小北才说道, 路线我有大概的把握, 但是是不是百分之百, 其中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不敢保证。 说话时小北站了起来, 用脚擦去了地上的图, 然后说道, 跟我走吧, 我来带路, 否则出岔子了。 不过现在是深夜, 是一些邪恶比较活跃的时候, 中途发生什么情况, 我希望大家都是跟我走, 别在意啊。 是啊, 我们也只能选择深夜行动, 在白天要是遇到个A公司的人, 那就不是一个好玩的情况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打算要正面交锋, 说完小北长嘘了一口气, 平日里爱装小男孩的他, 倒是第一次认真了起来。 老回也站起来拍了拍衣服, 仓库里有秘密, 否则他们不会有那么大代价 来布置这个仓库, 专人布阵就不说了, 还付出那么大代价, 隐藏了几个厉害的家伙。 我的意思是, 意思是我们的目的, 只是在于小鬼的行踪, 其余的, 我们去交给上面处理吧。 我懒洋洋的说道, 傻子都应该知道, 这个仓库是有秘密了, 但是我不想惹麻烦, 这不是冷漠, 而是, 这应该是我能力范围外的事。 做能力范围以外的事, 比你不去做这件事糟糕得多。 小北走在前面, 我们静静地跟着, 我们一路上在和小北对话。 这阵法, 白天应该是不会发动吧? 嗯, 按照我的推断, 应该是在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之间, 阵法里的家伙就开始活跃, 白天只能说是有影响, 但是绝对影响不算大, 顶多就是让走错路线的人, 心里感觉到不对劲, 有压力, 然后退回去, 当然, 要是走到那几个角落, 我就不敢保证出什么事了。 嗯, 我沉默着不说话, 心里想的是, 那个所谓心肌梗塞死掉的保安, 很有可能就是走到了禁忌的地方。 这时候, 赵红拉住了我的衣角, 对我说道, 成衣,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 我总觉得咱们背后有什么东西跟着, 有脚步声。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谁也不是笼子, 况且鬼物什么的是直接影响人的大脑, 想不听见那都不行。 我微微皱了皱眉头, 对赵红说道, 别回头, 直接往前走, 也别多问。 赵红点点头, 只不过是紧跟在我身后往前走。 我忘了一眼小北, 小北理解的说道, 现在的路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至少没有被攻击, 毕竟你看, 这正确的路线是挺平常的一条路, 普通人去那几个仓库啊, 大多会选择走这条路线的, 也就是说呢, 这样的情况出现, 也是让无意中走了正确道路的人退回去。 听到这儿我点了点头, 是啊, 知道的人就不会害怕了, 因为知道只是吓人, 而不会攻击。 对, 就是这意思。 小北沉稳地回答, 那四个仓库并不远, 就算弯弯绕绕地走过去, 也不过五百米左右, 何况这条路线也不过是两百米左右。 我们很快地就走了五十多米, 除了身后的脚步声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五十米好像是一条分界线似的, 从五十米以后, 我们身后不仅有了脚步声, 还有了隐约的笑声和哭泣声, 那声音就跟拍鬼片似的, 缥缈又幽远, 仿佛听不真切, 却又真的能听见。 换普通人在这里, 恐怕是早就想掉头就跑了, 而我们却只能前进, 不能回头。 一百米, 开始有嘈杂的人声出现, 像是在议论着什么, 又像是在空旷的篮球场, 那种声音回荡, 鞋子踩着地皮的摩擦声, 那是一个路口, 仿佛只要我们转过那个路口, 就会看见一大群人似的。 这样的气氛, 连我看着那路口也有着一丝紧张, 人恐惧于未知, 这是本能, 或许一个鬼物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面前, 我根本就不会当回事。 老搞这些虚幻的, 可就让人有些沉不住气了, 心里边有一些烦道, 我还没说话呢, 那边高宁就皱着眉头骂了一句, 我家, 你到底要搞什么呀, 玩鬼屋啊。 袁毅大哥脸上也出现了不满的神色, 老回焦躁地点上一根烟, 却发现这烟拿反了, 脾气好的墙子, 呼吸也变得粗重了, 倒是会根这小子, 大大咧咧的, 没受什么影响, 这小子心性倒是比我们都强。 我觉察到不对劲,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小北已经开口说话了, 这里的气场对人是有影响的, 大家别招了道, 知道的人呢, 就不会受影响, 这个道理还不懂吗? 小北的话如同一道晴天霹雳, 一下就点醒了大家, 估计A公司的人来办事就知道这里对人的心情有影响, 知道了就如同筑起一道心墙, 反而不受其乱。 古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就算是一个普通人, 如果始终能保持平和的心态, 一样可以不受负面气场的影响, 所以心性是很重要的, 但这个也是需要磨练的。 小北在招呼我们以后, 大家的心情就变得平静淡定了起来, 而转眼, 那个路口也近在眼前, 可是依然是黑洞洞的路口, 没有想象的一群人出现在这里, 只有仔细看, 这里有着一层薄薄的雾碍。 我们都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 怕是这个布阵的高人也不是什么正道人士, 因为这样的阵法聚集阴气, 时间久了, 阴气会化形的, 那时候对人的影响可就大了。 我可以预见, 在十年之后, 如果这个阵法依然运转正常, 而且一直保持如此的话, 这片残酷会因为闹鬼的传闻而彻底的废弱, 再估计的悲哀一点, 在这过程中可能会死伤几个人, 谁知道呢, 这薄薄的雾碍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在内心叹息了一声, 如果有必要, 怕是要毁掉这个阵法, 大伙儿各怀心事地继续前行着, 那仓库离我们不到五十米了, 可也就在这时, 在前方忽然出现了一个身影, 黑乎乎的一片, 看得不大清楚, 只知道那是背对着我们。 小白, 有什么问题吗? 老回有些担心地问他, 他是一个爱省力气的人, 不希望我们进入仓库之前就发生点什么, 让计划全盘的失败。 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因为最后一段路到底还有没有别的玄机, 我不知道, 但是, 当做没看见吧, 就算是擦身而过, 也当做没看见吧。 小北如实地回答道, 大家都不说话了, 赵宏略微有些发抖, 我看见他握解了拳头, 强刺镇顶, 真是苦了这小子, 第一次出任务就那么惨, 仔细想想, 和我沾上边的人能有好事吗? 一步, 一步, 我们接近那个身影, 也不知道在别人的眼中, 看着这个身影是什么样子, 但我越是接近这个身影, 越是看着觉得眼熟, 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二十米, 十米, 五米, 一米, 很快, 我们就走到了那个身影的旁边, 那背对着我们的身影, 慢慢地转过了身来, 小北是第一个和他擦肩而过的人, 什么? 小北惊呼了一声, 倒退了一步, 吼完这句之后, 小北就陷入了一种呆滞的状态, 一下子, 我的脑子里念头千回百转, 难道小北的预算出错了, 连他也中招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接下来脑子就有些乱, 当务之急先救小北, 其他的不容多想,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探查小北出了什么问题, 赵洪又大吼了一声, 朝前冲了出来, 竟然和空气搏斗了起来, 而且情绪激动地掏出枪来, 老回和原意大哥连忙去阻止他, 没来得及理会那身影的事, 而我和高宁则是去探查小北的情况, 只有慧根这时候喊了一声, 怎么回事, 我看着是一片空白, 慧根这句话, 让我不禁转头望了一眼那个身影, 只是看了一眼我就惊呆了, 怎么会是会是他, 青黑色的长袍, 披散着长发, 美丽苍白却充满了一种哀怨, 而显得异常扭曲的脸, 李凤仙, 他不是魂飞魄散了吗, 李凤仙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一时间我的脑子有些乱, 只是片刻的功夫, 我忽然发现我已经不在餐库门外了, 而是身在一个熟悉的房间, 这房间曾经我魂牵梦绕, 不正是我小时候住的房子吗, 如果我记得没错, 这里是大姐二姐一起住的房间, 那边的白墙上的白漆脱落了, 在床角, 我记得有我画的一个戴红金帽子的小人, 一切的一切都那么的熟悉, 我忽然就有些恍惚了, 三马, 你站在那儿愣着干啥, 把这个端出去, 二妹情况不好, 你要懂点事儿啊, 别让爸妈操心,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 我抬头一看, 这不是我大姐又谁啊, 只不过在现实中, 我大姐已经人到中年了, 面容上已经有了细细的不明显的纹路, 更添了几分成熟的韵味, 而此时的她, 却是那么年轻, 智能, 一根黑油油的大辫子, 朴实的衣服, 被二姐而焦虑的面容, 一切都和我悸动的大姐重叠了起来, 不, 就是大姐啊, 那段我们一家人虽然清贫, 却相濡以沫的日子, 一下就浮现在我的脑海, 我以为这辈子都回不去了, 却不想我去身处在这里, 瞬间我恍惚得更厉害了, 她愣着干啥, 大姐走过来, 把碗就塞进了我的手里, 然后转身用一张湿毛巾给二姐擦脸, 我总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可下一刻我就恍惚了, 我可以做什么呀, 不是到厨房去割碗吗, 我真不懂事啊, 一家人都为二姐在焦虑, 我却在这里恍恍惚惚的, 想着想着, 我转身去厨房放碗, 却看见爸爸和妈妈焦虑的走了出来, 我一下子鼻子一酸, 一个念头压抑不住的浮现在脑海, 爸妈这个时好年轻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这么想, 一下子放弃碗, 扑进了妈妈的怀里, 嚎啕大哭了起来, 一叠声的喊道, 妈, 妈, 我妈先是莫名其妙的看着我, 后来还是不自觉地抱住了我的脑袋, 有些酸酸地说道, 哎, 这玩儿是咋子了, 我也不明白我是怎么了, 爸妈本就应该是这么年轻的, 我哭什么呀, 这时候我爸忽然拍了拍, 我脑袋说道, 哎, 是为你二姐难过了吧, 好了, 江师傅就要来了, 别这样了啊, 等下你妈更难受, 别忘了, 老汉咋跟你说的, 你也是家里的男人啊, 我抽叶着擦干了眼泪, 其实我心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 莫名其妙的感觉, 可是我想不起来那是什么, 屋檐下我和爸爸蹲在那, 盯着大门, 心中都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二姐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连留食吃起来都很困难, 而且清醒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可是爸爸口中那个江师傅, 怎么还不来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总觉得我对这个即将到来的人在心底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更是盼望他的到来, 难道我认识他吗, 我抱着脑袋也想不明白, 根本也就想不起来脑子里有个什么样的形象存在, 让我觉得我会对即将到来的人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也就在这时候, 敲门声响了起来, 爸爸大喜挂望跑去开门, 我忽然有了一种胆怯的感觉, 胆怯什么, 是怕见到什么吗, 但即便如此, 我还是一步一驱地跟在爸爸的后面, 开门的时候仿佛像一万年那么长, 那声熟悉的枝鸦开门声带着悠长的尾音就传进了我的脑海, 我抬头一看, 一个五官其实很威严, 长得很有棱角, 但乱七八糟的头发和胡子让他显得猥亵的老头, 或许看不出年龄了, 又像是个中年的男人站在门外, 他身上的衣服穿得胡乱, 甚至有些小脏, 样子也是吊儿郎当的, 让人怎么也产生不了信任的感觉, 可是我忽然就大颗大颗地掉眼泪, 忽然我的猴头就紧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在我的记忆中太深刻了, 只是就这么一眼, 我忽然就像穿梭了时空, 我知道, 接下来, 他会打我的屁股, 我知道过几天我就会败入尸门, 我知道, 再不久我就会倒霉地开始洗衣做饭, 但是我和他在一起的岁月, 让我知道, 就算接下来我会多么的多灾多难, 我还是愿意再去经历一次, 是, 我哭着一步步地走向了他, 而他诧异地看着我, 他的出现, 让我知道我已经身在环境了, 因为我说过, 他在我的生命中几乎已经成为了执念, 只是一眼, 我就可以想起全部的回忆, 难道还不清楚自己在环境中吗, 可是我不愿意醒来, 我就这么一步步走向他, 哽咽的声音终于完完整整地叫出了一句, 师父, 然后我冲了过去想拉住他, 我想说你在几十年以后不要走好不好, 可是在这时候, 我眼前的一幕幕全部都破碎了, 然后我一晃神, 一下子就回到那个黑暗的仓库门外, 哪有什么姐姐, 哪有什么父母啊, 哪里有什么师父啊, 我一摸脸上, 几乎是泪流满面, 看着周围大家已经围绕了过来, 老回有些后怕的对我说道, 哎呀, 是一只魅灵, 很厉害的魅灵, 可以勾起人们最恐怖的记忆, 和最温暖的记忆, 如果不是惠根始终保持清醒, 我们呢, 怕是全部都要招道了, 魅灵, 这是一种非常擅长于魅惑人心, 让人陷入环境的鬼物, 如果说把它刻意地培养, 它的威力甚至大于一只杀伤力很惊人的僵尸, 而且是多久远的事, 我曾经在恶鬼墓里知道存在过一只魅灵, 可惜没有亲身去体会过, 亲眼去看见过, 没想到那么多年以后的今天, 我竟然在这里再次遇见了一只魅灵, 这世间的事, 真的是说不清,